这剧情放在整个动漫界都是相当炸裂的 只因男主在快要出生时 恋爱之神光顾着看球赛 一时大意给点错了设定 导致他未来必定会陷后一百个女生 而男主还没高兴多久 神却表示 若女生从他这得不到幸福便会挂掉 也就说男主要是走纯爱路线 那么将导致九十九个女生领合饭 所以这要是换做你的花又会怎么选 今天男主刚完成第一百次告白悲剧 好基友实在佩服他的毅力 完全可以称之为女生 不过他好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告白的 结果男主表示在出生八个月后 先不说他有多离谱 这反而让好基友更纳闷 按理说男主在女生中的评价一直都很不错 各方面指标绝对算得上优秀 但为何至今都屡遭失败 眼看接下来将要踏入高中生活 男主抱着一线希望来到神社投了二百五球姻缘 请神明赐予他一个女朋友 经过说明他是这里的神 并跟男主解释在高中必将遇到命运之人 但这搞得男主以为他是在玩心形诈骗 是像东京试货那样缠他的身体 在神的口中了解到 命运之人是人在出生前就注定的 只要相遇双方就会一见钟情 有种触电的感觉 且无可救药的爱上彼此 得知这消息男主本身就激动的不行 可神又补了一句 他在高中邂逅的命运之人总共有一百个 有开后宫或走纯爱两条路线随便挑选 而神没告知这其实是花掉了他十几年来的运气 否则不会一直经历失恋 至于男主也不算太傻 临走前还威胁道 若是敢骗人就一把火将神射烧掉 转眼间到了高中入学当天 正在此刻发生典型的转角遇到爱 恋太郎不小心撞到两个妹子 眼神交流的瞬间一股电流传遍全身 这时男主恍然大悟 粉毛和双马尾极有可能是之前说的命运之人 男主慌忙扭过头声 怕再多看一眼会爆炸 随即伸出双手体贴的问道没事吧 心机颇深的粉毛立刻装作小腿出问题 单纯的男主信以为真非常愧疚 刚见面就害得命运之人受伤 果然自己就是一个人渣 然而粉毛沉浸在他该死的牙杀戏当中 一颗恋爱脑突然就长了出来 傲娇的双马尾还在嘴硬 故意说到也不是很想借用他的肩膀 这一刻男主感觉自己真该死 竟然害得两位女生同时负伤 望着他的自残行为 懵逼的两人已经忘记自身是伤员 被发现了又继续躺地上卖惨 无奈之下男主只好送他们去保健室 但眼看着粉毛明显不安分 就算是平板的双马尾也要使劲贴贴 于是他遭受到了左右为难 经过介绍粉毛叫花园与香脸 双马尾则是怨田唐英 不过此时听到有人在讨论相传的恋爱魔法 后院生长着粉色三叶草 只要找到四叶草将其送给喜欢的人告白一定成功 眨眼间已经过去四个小时 男主刚帮老师找到隐形眼镜 望向窗外竟发现两人还没放弃寻找 他极其感动 毕竟两人为了自己如此拼命 不管怎样都要帮他们做点什么缓解疲劳 很快男主拿着饮料来劝说没那么容易找到的 而他又口是心非的瞎说 是来这里给三叶草是非 由于粉毛刚离开去方便一下 当男主递出手中的饮料 双马尾还以为他是专程为自己买的 稍微拉扯两分半钟 双马尾总算是收下饮料 正巧粉毛从洗手间回来 看着男主为自己买的果汁粉毛强壮阵底 接着心生一剂 表示三百五毫升的一个人喝不完 最好男主能帮忙喝掉一半 不料他有杯而来 又拿出一瓶一百九十毫升的 结果粉毛认为离平均值还差十五毫升 无论如何都必须得喝上一口 等递到他手中男主突然反应过来 这要是碰了不就相当于间接接吻 然而粉毛兴奋过头没把握好机会 手拿不稳直接掉地上 此时他哭得撕心裂肺 男主见状立即送上手帕给他擦拭 被如此关心的粉毛一时无法自拔 还情不自禁地握住他的手放大招 他表明对男主一见钟情 但却不仅仅只有他一个 若是不尽快下手就怕会遗憾终生 男主闻眼感动得泪如雨下 被女生告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不过很快双马尾也赶过来展开修罗场 由于不知道男主喜欢什么口味的果汁 因此把所有的全满一遍 随即质问粉毛为何犯规强跑 考虑到敌人已经放大招了局面 对他明显不利 双马尾不得不放下傲娇说出真心话 男主脑中CPU的温度正在持续上涨 下一刻命运的选择题接踵而至 必须选择其中一个交往 最终男主犹豫不决只能明天再给出答复 然而两人的条件都非常不错 这使得他怎么绞尽脑汁都无法做出决定 之后来找神明解答疑惑 他讲解命运之人是最棒的恋爱搭档 二者之间是无法比较的平行线 男主本打算参考有同样经历的人 而神明终于惭愧地说出真相 其实人对应的命运之人只有一个 由于男主快出生时神明正在看球赛 逆时大意给他点错了设定 所以才会发展到如今这种地步 听到这话男主正准备爆发的 可神继续补充 遇到命运之人若不能与对方相爱得到幸福 那么对方的下场就会遭遇各种不幸身亡 简而言之如果男主选择纯爱路线 就意味着会有99个妹子领合饭 恍然间男主人都傻了 原以为是奖励 结果是主线任务提高到了噩梦级 经过思考 他觉得可以跟两人同时进行秘密交往 条件是不能把之间关系透露给任何人 偷偷进行下去他们都能得救 只是第二天早上刚见面 他却显得很狼狈 像是从垃圾堆里刚爬出来 随即进入答案揭晓的时刻 在两人的注视下 他鞠躬伸出右手 双马尾的反应相当激烈 这不就等同于脚踏两条船 而男主表明很清楚这决定相当奇怪 画面回到昨天想出解决办法的时候 得意不到两秒半 他狠狠给了自己一拳 只因粉毛和双马尾拼尽全力向自己传达心力 要是按照计划进行就等于辜负他们的真心 直到现在男主声明无法做出决定 为此两个都要 当然他会全身心投入去对待这份感情 所以再次请求与他交往 还算理智的双马尾继续抗争 不管怎么说他都跟成哥没区别 但这时男主从口袋里掏出两朵粉色四叶草 表明从昨晚就开始找了 这便是为何会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的原因 想到两人都被爱情魔法吸引而拼尽全力寻找 因此他感觉两人会喜欢这种浪漫的告白 最后恋爱脑晚期的粉毛不在乎这点小问题 比起会被甩掉 还不如保持这样一直下去 察觉到危机的双马尾也不再去计较 对于他的做法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这时男主对他们郑重发誓 今后一定会让两人获得幸福 对于这样的说辞双马尾和粉毛相当满意 由此可见真诚才是必杀技 当然对于后面的98个有没有效果就不知道了 这个男主也太惨了 神明给他分配100个女朋友 如果女生不能顺利跟他交往就会挂掉 虽然目前男主轻松攻略两个 但他们引发的麻烦却一点都不小 比如为了抢夺珍贵的初吻 他们用各种奇葩的方式差点把男主逼疯 在不懈努力之下 他顺利让双马尾和粉毛保持在和谐共处的状态 粉毛总会找各种借口主动来给 这使得抗性极低的男主浑身一阵抽搐 才知道女生的手势如此柔软 而双马尾太要面子 几番尝试下来都只能干瞪眼 好在男主是懂傲娇的 被反过来牵住的他差点就破防了 当男主在谈论今天要上的课时 粉毛却表示如果能直呼他的名字会很高兴 望着那期待的目光男主根本无法拒绝 随即都互叫了彼此的名字 双马尾不甘示弱也大声喊出来 但又嘴硬地补了一句才没专门叫他 之后三人成了复读机一直叫到学校 可刚踏进教学楼就听见同学的惨叫声 只见有名骚年正在被个老太婆追赶着 据说对方是教导主任 赶在走廊上奔跑就一定会被他盯上 一旦落入手掌心便会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惩罚 凡是被亲过的基本生无可恋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干净了 此时打听到男主并没接吻的经验 也就是说他的初吻还在 突然间两人的气氛变得剑拔弩张 直到午休他们聚在天台吃饭 粉毛亲手夹起玉子烧给男主投胃 而他满足的称赞是全宇宙最美味的 随即双马尾同样拿出连夜烤的饼干 此刻粉毛拿出珍藏的巧克力棒 只是没有沾染到巧克力的异端全部锻炼 但又想到一个不会弄脏手的好办法 趁男主没反应过来就叼起一根往他嘴里塞 眼看对方越靠越近 男主开始出现融化的症状 不出意外只要巧克力棒啃完双方就会贴在一起 被逼急的双马尾有样学样 结果又给他的眼睛造成二次暴击 忽然飘逸的头发撩到男主鼻子 一个喷嚏下来巧克力棒直接被折断 双马尾干脆放弃正常逻辑 强行扯淡男主是得了感冒 必须以接吻的方式将病毒转移他身上才有的症 当然即便是瞎掰 可面对主动送来的福利男主根本无法拒绝 之后男主可算反应过来 仅仅是为了和自己接吻便如此拼命 感觉他们简直可爱过头 但两人表明重点是谁先拿到第一次 毕竟出闻可是很珍贵的 不料男主早已猜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因此昨晚制定出一个非常棒的计划 一切都是为了粉毛和双马尾获得更多幸福 首先在意初吻是心理因素 只要他们三个都不知道初吻交给谁就行了 接着从包里拿出几个MP3 外加头子和眼罩 后面他们需要封闭视觉和听觉 等男主戴上播放着音乐的耳机 两人则在他身后投头子决定站位 数字更大的一方就站在右边 然后两人把耳机和眼罩戴上 再发消息提醒轮到他了 而男主也投两次头子组合成停顿的时间 直到数完后再投一次 以偶数和基数来决定身体转向左边或右边 接着上前挨个接吻 结束后重新回到位置上发信息通知两人 而他们投头子第二次决定站的位置 如此一来 男主也就无法确定刚才先亲的是谁 听完整个计划粉毛又在饭花吃 可双马尾觉得不妥 要是中途有谁摘掉眼罩怎么办 结果幼稚的男主提出用拉钩达成约定 违约者要吞下一千根针 等待期间两人异常的兴奋 而男主则按照规定的朝着左前方一点点靠近 但忽然意识到这样很难确定嘴唇之间的距离 若亲到别的地方会很糟糕 所以尝试把手搭到肩膀上 结果粉毛的优点太突出 不小心碰到的瞬间 他想不知道对方是谁都难办 被逼无奈只能中断重新开始 可怕成熟的脸色在双马尾看来明显不对劲 之后进入第二回合 不过在男主即将触碰到的时候有阵风刮过 猫咪惊奇发现双马尾的胖刺上有蝴蝶结缎带 随即天性使然的扑过去使出一套组合拳 这导致刚到面前的男主无辜躺枪 话虽那样说 可后面不管是多少次也没能成功 而双马尾和粉毛开始内斗推卸责任 都觉得是对方没能配合男主才演变成这种局面 此时男主大声喊停 并把责任全部归咎于自身 都怪自己不成熟害的他们吵架 接着心意横奋力向楼下跑去 两人为此胆战心惊 完全搞不懂男主会做出什么傻事 不过很快 自暴自弃的他大声呼喊教导主任 对方一听到动静直接开启狂暴模式 一下子就把男主按在地上准备动用 紧要关头粉毛集中生智 跑到窗口上假装看到教育委员会的人来视察 意识到饭完可能会被砸掉 教导主任立即赶唤四驱模式逃跑 粉毛不解的问道为何要做这种事 犹豫片刻 男主坦白他们都是自己最喜欢的人 更不想看到因自己的初吻闹得不可开交 所以才决定给教导主任夺走 话音刚落 气愤的两人同时指着彼此 表明让那老太婆夺走 还不如便宜对方要好上一万倍 头一回产生共鸣的两人突然顿主 之间的纠纷也随之化解 男主见状激动的上前拥抱 既然彼此都没有了矛盾 男主便提出一个更好的作战计划 后面三人又回到阳台 至于计划是他们围在一起同时接吻就行了 虽然他们可以个拿一半出吻 但弊端是双马尾和粉毛的嘴唇也会碰到 一开始考虑到双方是竞争关系 所以就没打算使用 不过现在误会已经解开 肯定不会再出问题 最终三人手牵手围成一拳 隔天两人来到图书馆学习料理方面的知识 都抢着要给男主制作美味的便当 而他则去找感兴趣的书籍打发时间 当即将拿到时旁边却出现一只小手 并惊一瞧是个卡哇伊的小萝莉 同时也是第三位受害者